我先去加水 然后回来再晾衣服 碗都没洗 就是因为水太少了 刚才拉妞把水弄倒了 她不是故意的 帅鸟睡得跟个小猪一样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好嘞 钥匙 先把车热一下吧 我这一会儿还得倒回去 她这儿有个水管 这水管咋夹呢 先夹这个冷水箱 这是重力夹水 只能像这样夹吧 水还挺大 热水箱就这样夹 抽水 只能这样夹了 把这个洗一下 热水箱就用这种方式加水 先放在水桶里 然后往里面抽 水有点大 被关小点 好了这样就正好 抽水的速度和放水的速度就差不多 好了 把这个关了 她这个关是这样关的 这倒挺科学 还有点漏水 还有点漏水 好了倒回去 回来的路 来了一辆车给堵住了 这真是考验技术啊 好 好 好 来先去看一下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很满意 打支撑 这样明天我走的时候 我就不用加水了 直接就走了 这个它总叫 要 拿那个 喷一下 来 这样晃 要抬起来一点 从底下往上抬 不然喷不进去 不叫了吧 小样 洗一下 一蹲就不行 现在不带没太阳 还刮风 所以我的 晾衣服只能晾到 袖尖了 哇靠 还有这么多水 还有这么多水 差点忘了 我要把这个 因为这画洞 现在已经画了 全是冰 全是冰 用个什么东西呢 我去 终于把这个冰搞出来了 你说这能智能吧 这么大一块冰 还有一个卡在这里 天哪 好清一下 满牛看着我在给它擦盆 它知道要给它吃的了 就这几块肉了 给它一起吃了吧 好像有点多 担心给它吃了 会不会捞肚子 要不留一点 明天早上吃 听着 把口水擦了啊 说你呢 算了 都给你吃了吧 快吃吧 快吃吧 别客气了 快下来 嘿嘿嘿嘿嘿嘿 好像有人逗它玩呢 嘿嘿 洗手 让我洗碗 碗还没洗呢 睡得老香了 耳朵还挺耳朵 嘿嘿嘿嘿嘿 听到我说话了 那鸡肉吃的 这还不睡觉啊 现在连食都不要了 直接睡觉 我把加湿器也打开了 但是加湿器出的这个风啊 不要冷 我觉得现在 还好就是不是特别的冷 所以我没有开电冷风 开了一个加湿器 因为太干燥了 昨天晚上我开了加湿器之后 然后塞拉还选择在这个地方睡觉 那起了不 它是不是感觉也很干燥啊 但是这底下是比较冷的 所以塞拉是不怕冷 它看来也怕干燥 哎呀 这尾巴还在动呢 看这小胖子 你竟然吃了很多肉了 快睡觉 快去 你吃了一个鸡腿 还有那么多肉 快睡觉去 你看不准吃了 快上 上 今天就不给你吃了 吃太多了